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简称QE 是一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 操作方法是由一国的中央银行 通过公开市场操作 来提高实体经济当中货币的供应量 俗称订钞票 向市场注入超额的资金 目的就在于降低市场利率 刺激经济的增长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是一把双刃剑 实施QE政策 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 有助于经济恢复增长 但是长期来看 却有可能埋下通胀的隐患 甚至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之下 会引起滞胀的风险 另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还会导致本国货币大幅度的贬值 在刺激本国出口的同时 恶化了相关贸易体的经济形式 导致贸易摩擦 因此QE政策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 到底是好还是坏 在学界仍然引发讨论 直播剧组策